贝贝,厉害哦,你别看他胖哦 走走,不要围着摩托车转啊,走 贝贝 不要这么猛啊,你看贝贝 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随便玩吧 三个小胖子,就这个路西瘦一点 因为路西最后来我们家的 你不要小看他,你不要看他胖 但是跑得不满 牛牛,走啊,牛哥,你看贝贝 哎,跑得乱七八糟 不过也没有事啊,大家不用担心 这三个猫孩都特别乖的猫孩 老我也特别了解 我发现你跑不动了,贝贝 你看这小奶狗玩得特别好 牛牛不要咬他啊,牛牛 哎,比较活泼啊 哦,还好,牛牛不欺负他 跟着牛牛跑了,跑这边来了 玩吧,牛牛,不要往那边带哦 来这个地方,来来来 贝贝,跑前面去了 贝贝,不要乱跑 这只小奶狗一直跟着牛牛 贝贝,不许,发照 咦,这只小奶狗真可爱 你看一看,转圈点啊 牛肝累了吗,牛肝 你吃太肥了 老婆说了很久了 老婆说给牛牛减肥减肥 到现在也没有减下来 还是这么胖 嘿嘿嘿 好,打了玩可以啊 不要来蒸的啊 哎,别别别咬他,别别啊 哦,他有点害怕 不要打架啊 没这么话都一样 只要一到了户外 开心的没法说 这小奶狗呢 就像老五说的一样 他们短短短的身体有好处 他们抵抗力好一点 嘿嘿嘿 这就是 打吧 啊,跟着会议跑来玩吧 他终于过来了 有一点不合群 时间久了 在一起玩多了就好了 你看那背网头好 会会带着他跑来玩吧 会会 让他们锻炼一下 罗西 不要往他地里面跑啊 罗西 那小奶狗来跟去了 罗西 没有事大家不担心 这小奶狗比较兴奋 基本上没有停着 一直跑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小麦 这小麦现在 已经长很大了 还有20天吧 20天就可以收小麦了 小奶狗跟着贝贝跑 贝贝跑哪里 他跑哪里 罗西不要回去啊 罗西 他弄不好 又要回去找那个摩托车 罗西 不要回去啊 过来快 快的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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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那里面带啊 等下被你带着乱七八糟 带到地里面去了 我都找不到了 牛牛 过来拿牛牛 不要往那里面跑啊 快快 还好吧 我们家里面还比较轻化 你看他就挨着地呢 他也不进去 当然有些狗狗就不行啊 有些狗狗调皮捣蛋 但他会跑那个卖田里面去 我们就找不到 快点 牛牛快了 你看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什么花哈 之前老五说是那个 兰花兰花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长高了 哎 全部是花啊 太漂亮 但是长高了就长高了老五还不知道这是什么花 你要说是蒲公英嘛 也不像 特别美哈 去吧 跟着回去跑吧 去吧 回来小家伙 快点听话啊 嘿嘿嘿嘿 他也不知道累哦 他肯定经历比较好吧 嘿嘿也不知道累 露西跑那边去了 哦 他也找露西去了 呵呵 这家好 露西 不要咬他啊 露西啊 那我给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吧 这只是贝贝 就是那个贝上面有那个黑色的是我们家露西 这只是贝贝 卉卉身边这一只是露西 他后贝上面不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很容易认错哈 牛牛了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露西干嘛呢 在那边 干嘛呢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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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來吧 欸真可愛 牛牛又开始打滚了 这个打滚是牛牛的才艺 老才艺 你看这个也开始了 哎 打滚环节到了 这是谁啊 这是贝贝 爸爸给我们看一下 驴打滚 你怎么不打了 牛牛 你看这家贝贝打多好啊 哎 这下好 你也打呀 肉肉 肉肉 你也抬上打呀 哎呀开始了 又开始了 嘿嘿嘿 嘿嘿 打吧打吧 嗯 嗯 嗯 原来这路西哈 又想回去找那个摩托车 又回来了 路西你也打滚路西 哦不要咬啊 这个瘦一点 这肯定不想打滚 牛牛打滚啊 牛牛 像刚才一样啊 躺下 翻来翻去 这些狗狗很聪明哈 我们别看他不会说话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 他知道这是一只小奶狗 所以说也没有谁欺负他 更多的是照顾 多喝一点啊 多一杯不喝咯 跟那个谁 跟那个路西喝一点 快点 好了喝完水呢 老虎就带着这几十码回家 咱们